Panerai的 Radiomir Curranza 買了一年之後,有什麼看法? 5分鐘內,講完所有優點和決點 我選這支錶,除了我喜歡它的款式設計之外 是因為我喜歡戴功能性換錶 Panerai這方面當然是錶錶者 50米防水,雖然不當,不受降,內容 我去年買完之後,直至最近一個多兩個月前 我戴的次數不過10次 為什麼呢?因為它原裝是跟皮錶帶的 Tool Watch 經常濕水,洗手,洗澡,游泳 但是配上皮錶帶,濕完之後 起碼要一兩天才乾 Tool Watch 加上皮錶帶,就變了斯文一點的Dress Watch 不是我杯茶 在一個多月前,我幫它換上同樣是啡色的膠錶帶 將它變回真正的Tool Watch 換了膠錶帶之後,它的款式的樣子是casual了一點 但分別不是很大 40mm本身是很鮮密的 但是它綠色面,很夏天,很casual 所以適合一些T恤牛仔褲,或者Linan西裝 如果要適合再隆重一點的黑色或者白色禮服 應該要幫它換上黑色的錶帶 沒試過,不知道 試了,我給你知道 記得我去年買的時候 第一個感覺就是,它比我想像中小了一點 那剛剛這兩個月呢 逐步複色的帶 戴回過去這一年沒有帶的時間 戴完之後,會不會覺得它太細呢? 40mm的Panrite,一定不戴 戴上手,挺舒服的 認真試完之後 在今年2024年,我會不會仍然拿這隻錶呢? 會 感覺是很棒的 但是,如果只可以擁有一隻Panrite 會不會是這隻呢? 應該不會 40mm的Panrite,斯文一世 它沒有了Panrite很粗河的感覺 如果只可以擁有一隻Panrite 我應該會選這隻 或者這隻 或者這隻 所以,賣完40mm之後 我應該會賣42mm 或者44mm 你們說呢? 有這隻 有這隻 找到了 送到 to